我的名字叫张炳真 我1970多年在槟榔里毕业后 我有去到厦门实习 1990年我有去福州统医学院 那么还去大陆去培训之类 其实我可以说是从同工协同做起来 烟药什么那些切药什么的 我的父亲是从1934年开始创业 我应该是从1980年后我舞台接手 我们这边差不多有80年以上的历史 这个都是超过百年的 我们叫白纸柜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我的父亲也是二手货买来的 以前呢因为我们要储存药之类什么嘛 一定这个会比较方便 其实我本身我有在北马综医学院有家 有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能够希望能够发扬光大 这个中药啊什么之类 其实真就是不可思议啦 我们所敏感啊 公私啊之类的东西啊 它有一定的疗效啊 其实中医是比较 其实中医是比较 一般上呢都喜欢这样说 中医是能够治本什么 其实也是有中医有中医的强项 以前呢他们觉得中医是比较不科学什么 不过现在呢接受中医的还是很多 我们也会进行跨 Terra 能够想我最拥有什么 或者是我们在北马综医学院 我们在北马综医学院 还是我们在北马综医学院 我们在北马综医学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